大家好,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判斷力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囉 上次我們說到三家分境 開啟了戰國時代 戰國時期非常重要一個改變 就是什麼? 就是從春秋末期之後 讀書這件事從原先只能由貴族學習 變成了平民也有機會 也就是所謂的王冠之學平民化 會有這變化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戰亂 因為戰亂導致大量的貴族流落民間 而這些流落民間的貴族呢 他們想要討生活 那就得拿自己的專業來教人 好像之前說的孔子就是這個樣子 由於平民不用像貴族 需要學習抵越涉獄數六億 他們只要學會其中的一兩項專業 就足以功成名就了 所以這一改變 讓文臣武將開始出現了專業分工啊 而用人為才 也就是只要你有能力 不一傾向就變成是一種可能啊 所謂不一傾向的 就是從平民搖身一變變成了宰相 正因為這樣的改變 這歷史進入了諸詞百家真名 也是學術最輝煌的時代 戰國時期 所以說 這樣聽起來如何將教育 學習這件事變得很便宜 以及社會資源不被少數人所把持 讓階級可以流動 才是對國家發展進步最有利的事後 反過來說 要是現在的教育成本很高 那不就好像回到春秋之前 學習變成了貴族階級所獨享 這社會階層又不流動了 好了 偏題太遠了 現在 我們要將歷史的鏡頭往回播一點 也就是回到這三家分鏡之前啊 在三家分鏡之前 三家之中 一開始 屬魏文侯魏斯人的力最好 這魏斯呢 從他爸爸那裡繼承官位之後 他便開始履歇下士 企圖壯大魏斯 他呢 在他弟弟魏晨的建議之下 先是與先任田子方 接交成好友 而據說呢 有一次的魏斯與田子方 一同吃飯 就跟現代差不多了 他們是在這高級餐廳用餐 而高級餐廳呢 通常是會放音樂 只不過呢 當時是更高檔 這音樂是現場演奏的 這魏斯吃著吃著 突然間好像有什麼事情 吸引他注意力 接著他說 欸 不對 這音樂好像有點走音哦 這一旁的田子方 聽了之後他大笑啊 這魏斯覺得怪啊 他問田子方 這音樂走音有什麼好笑的啊 田子方說 我不是在笑音樂走音這件事啊 不是在笑你啊 你是一個領導人耶 要是把心思都畫在這上 那哪有時間好好去管理國家啊 魏斯一聽 欸 有道理哦 他又不是樂師 這工作應該讓樂師來處理就可以了 於是呢 他向田子方深深的舉了個功 表示感謝之意啊 由於知道田子方的賢人啊 所以呢 這魏斯啊 還讓他自己的嫡長子 也就是這公子吉啊 向田子方拜師了 除了這田子方呢 後來這魏斯稱吼之後呢 再聽這魏臣的建議啊 聘請孔子弟子直下 來教導大家學習讀書啊 而他自己呢 還親自前往去聘請這段干幕 不過由於這段干幕啊 並不想當官 所以呢 他在聽到魏斯前來的馬車聲響的時候啊 他轉身就走 這魏斯一看 這可不行啊 想要請段干幕這種賢人呢 千萬不可以強人所難 那該怎麼做呢 當然呢 就是展現誠意啊 要怎麼做 才算是比較有誠意呢 嗯 你看看這魏斯 他為了請這段干幕啊 他竟然留在河西一個月啊 每天都去拜訪這段干幕 每當馬車接近段干幕他家的時候呢 魏斯為了表示尊敬啊 他都會站起來 而不是坐在馬車上 就這樣天天來天天來 這一旁的下屬都很好奇問他 老闆 這段干幕不就是一個平常百姓嗎 你幹嘛要這麼做啊 魏斯回答他說 這段干幕是位賢人的人啊 雖然我很有錢土地又多 但是我的品德卻比不過他 他是我要學習的對象 那你說我該不該尊敬他呢 嗯 看起來這魏斯可是展現了十足的誠意啊 那段干幕會接受魏斯的邀請去當官嗎 所謂獵女最怕有賢男啊 不只是獵女啊 連這賢人也很怕有賢男啊 魏斯這招天天拜訪天天魔啊 搞到最後終於感動這段干幕了 不過這段干幕也不是隨隨便便就同意他去當官的啊 當然他也要給魏斯來個突襲測驗啊 他見到魏斯之後呢 因為家中簡陋 所以呢他並沒有請魏斯坐下來 接著他就開始長篇大論說起這治國的大道理啊 眼看著魏斯呢自始至終都非常有禮貌 而且呢也沒有露出半點不耐煩的樣子 加上魏斯呢對於他沒有請他坐下來 只是讓他站著聽訊這件事啊 魏斯也不以為意 段干幕知道啊 這魏斯是真心誠意來邀請他的 所以最後他同意接受魏斯的邀請 那除了請人 魏斯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據說有一次啊 魏斯跟人家約好去打獵 當天剛好又冷又下雨了 這魏斯呢請大家喝酒去去去喊 不過正當喝酒喝到一半的時候 魏斯問一旁的人 哎五十到了嗎 一旁的人回答他說 沒有老闆五十到了 於是魏斯呢叫人趕快準備馬車 他跟大家說 哎我跟人家約好去打獵啊 所以我得先離開啊 這下面的家臣都勸他說 老闆外頭瞎著魚又冷的 今天根本不適合打獵吧 對方也不會來了啦 這趟路你就別白跑了吧 這魏斯一聽 今天的確不適合打獵 但是我已經跟人家約了 要是約好我沒有到 那就是沒有信用 我不可以私信於人啊 說完他還是堅持前往赴約啊 嗯 看起來 魏斯算是個說話算話 有信用的人啊 或是至少他讓人家覺得 他是個這樣子的人 那這一點呢 當老闆 或是想當老闆的 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要知道啊 想要招募到好的人才啊 老闆自己的行為啊 也非常的重要 好 我們回來繼續說故事吧 這魏斯立賢下士 加上他信守承諾的事情啊 很快就傳了出去 而這四面八方有能力的人呢 一聽就知道 這魏斯正在用難啊 那 由於大展拳腳 一展抱負的人 自然也都會前往這魏斯 想要一展長財 功成名就啊 一時之間 像這李虧 也有人叫他是李克的 這李虧 宅皇 天文 人作 都來到這魏斯 成為他的家臣 而一旁的秦國呢 遠行想趁著晋國分裂的時候 來偷襲魏斯 但是看看苗頭不對 也就此打住了 不過你秦國不動 並不代表魏斯也不會動啊 他找了這麼多人來 那要吃飯的人就多了 那吃飯的人多 那就得開降吐吐啦 這魏斯 顯示派人前往秦國境內的 河西地區 築起了這個邵梁城 哇 有沒有搞錯啊 在秦國的境內建築城池啊 這秦門踏戶 會不會太超過了一點啊 沒錯 對秦國來說 這擺明就是來踢館挑戰啊 既然如此 那我秦國 怎麼可能等你把陳建豪帶跟你打 於是秦軍主動率軍攻打著河西的衛軍啊 為這接下來秦魏之間將近90年的河西爭奪戰打開序幕啦 秦魏和西第一次交鋒 總計耗時兩年 最後衛軍獲勝 而邵梁城也在這戰役之後成功的興建完成 戰後秦國則是沿著黃河邊界築起了防禦攻勢 以阻止衛軍襲進啊 並且秦國派兵駐守在這番旁與孤吉兩處城時 隨時注意衛軍的舉動 其實這句隨時注意衛軍的舉動 只是個好聽的說法 換句現實一點的說法就是 我既然打不過你只好先站一邊 看看守能不能守得住啊 那你覺得秦國有辦法守得住嗎 看看這時候秦國國軍叫做什麼 叫做秦陵宮欸 想一想 我們之前前面講過叫做臨宮的 有幾個臨過呢 沒錯 叫臨宮的幾乎都不太臉 因為不久之後呢 這衛斯便派李虧再次出擊重創秦軍啊 隔年 衛斯再派他兒子公子吉 出兵工琴 拿下這番旁城 只能說這時候的秦國 落到爆啦 基本上呢 就是處於任人餘肉的階段啊 攻打完西邊的秦國之後呢 衛國在東邊呢 也沒閒著 這東邊呢 有一個國家叫做中山國 原先是依附在晉國之下 不過因為呢 後來幾大家族呢 把持著晉國的國政 這中山國呢 還真不知道哪位才是他的老大 既然沒老大 這中山國國軍 乾脆樂得輕鬆 每天唱歌喝酒日夜顛倒 根本就不理國政 搞得民不聊生啊 這荒唐的行為呢 剛好讓衛斯找到了出兵的理由啦 但是衛斯的地理衛城就勸他哥說 哥這打中山國沒有好處啊 因為這中山國的地理位置 離趙國比較近 我們就算拿下了 之後想要防守也不容易啊 我看算了吧 衛斯說 我當然知道這地方不容易防守啊 但是要是讓趙氏拿下 他們北方就會多個屏障 而趙氏的政權也將會進一步的穩定下來 趙氏一旦穩定 對我衛斯來說並非好事啊 一旁的宰皇這時候站出來說 主公 若是您一定要攻打中山國 我想向您推薦一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呢 叫做岳陽 有這岳陽領軍啊 我相信此戰必勝啊 衛斯一聽 那麼有把握 來 這岳陽有什麼樣的事蹟 你到時候出來給我聽聽看啊 宰皇接著說啊 好 我說吧 聽說這個岳陽呢 曾經在這半路上撿到黃金 他開心的拿去給他老婆 沒想到 卻被他老婆給數落了一頓 他老婆告訴他 想要錢就要靠自己的本領 用正當的方式去賺 這錢來路不明 你拿了還這麼高興 真不知道你在高興什麼 岳陽一聽 嗯 老婆說的有理耶 所以呢 他將這黃金放回原住啊 然後 他前往魯國及魏國學藝 希望能像他老婆說的 靠自己本領 用正當的方式去賺錢 一年之後 岳陽回到家中 他老婆問他說 嗯 你怎麼那麼快就回來了 啊你都學會了嗎 岳陽搖搖頭說 嗯 還沒有 只是想回家看看啊 那他老婆呢 也不多說什麼 立刻拿起剪刀 將正在這部呢 當場給剪破 這岳陽一看嚇一跳 欸 這部被你一剪還能用嗎 這樣會不會太浪費了 他老婆冷冷地回他說 你學到一半就半途而廢 那你覺得有用嗎 你跟這塊布 有什麼不一樣啊 岳陽一聽 他立刻明白他老婆意思 沒錯 學習半途而廢 就等於沒學到 所以 他再次出門 這次 他決定 一定要學有所成 才很回家 七年之後 岳陽終於學成回家了 因為他不希望自己大財小用 所以呢 他一直在等機會 現在他的人呢 就在我們這裡 魏斯聽完之後呢 他跟宅皇說 嗯 知錯能感 算是條漢子 好 那就按照你的建議 去請這岳陽來吧 這一旁人聽到魏斯說 要請這岳陽啊 大家馬上阻止他說 祖公不可以啊 欸 不會吧 這岳陽跟孔子一樣犯小人嗎 怎麼人都還沒來 大家就反對他呢 大家接著跟魏斯說 祖公您知道嗎 這岳陽的兒子岳叔啊 他人現在就在這中山國啊 這岳陽是不可能認真攻打中山國的 宅皇一聽 他跟魏斯說 這有什麼難的啊 只要他肯令軍令狀不就好了嗎 祖公 這岳陽的兒子岳叔啊 曾經幫中山國的國軍招募著岳陽 但是呢 卻被岳陽以中山國國軍啊 昏庸無道給拒絕了 只有派像這樣的人出兵啊 我們才有可能戰勝中山國的啊 說實話 從宅皇的說明當中呢 最多只能判斷岳陽的為人 根本就沒辦法判斷岳陽的能力 那他到底是怎麼知道岳陽有能力的呢 這點還真讓人猜不透啊 好啦 先辩管這個原因啊 因為很有可能 只是因為史官單純的沒有記載啊 不過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呢 岳陽的確有能力 而魏司呢 也有當面考核過他就對了 這岳陽來了之後呢 魏司直接跟他打開天窗說兩話 他告訴岳陽說 我想要滅了這中山國 也想要任用你來執行 但是目前卡在已經是 什麼事 就是你兒子岳叔在這中山國啊 這岳陽一聽 他回答魏司說 兩軍相爭各為其主啊 我怎麼會因為我兒子在中山國 我就不敬意了呢 您要是擔心 我就立個軍令狀給您 要是我無法攻下這中山國 我幹得當軍令啊 魏司一聽 好 我就等你這句話 來啊 傳令 拜岳陽為元帥 西門鮑為先鋒 領兵五萬 滅了這中山國 哇 聽起來很熱血喔 不過在出兵攻打中山之前 還有件難題 因為從魏司到這中山國中間呢 還要經過這造勢 這造勢若不肯借過 這仗根本就沒有機會開打 於是魏司寫了一封信去給這造極 希望他可以借過一下啦 造極一看 什麼東西啊 要我讓你衛軍在我造極裡面逛大街 最好是有人會答應這種請求啦 這一旁大臣造立跟著造極說 主公 我們應該要答應魏司的 這造極一聽 哦 有反對意見耶 誒 來說來聽聽 為什麼 造立接著說 我們夾在中山國跟魏國中間 若此戰 魏司戰敗 那他必定元氣大傷 我們等於不費吹灰之力 就少了個強敵 但就算魏司戰勝 您覺得 魏司有辦法進行這跨境管理嗎 這中山國 最後還不是要落到我造極的手中 造極一聽 誒 有點道理啊 壞人讓他去做 我們就等著收戰果就好 嘿嘿 好 那我就同意 這魏軍從我造勁穿過吧 在得到造極的同意之後呢 岳陽西門暴領軍 直接前往這中山國 而中山國這邊呢 派出了大將古墟領兵應戰 很快的 兩軍便遭遇上了 這中山軍呢 在秋山扎營 而這魏軍呢 則是在文山立在 這兩軍來回作戰 互有損傷 但是呢 戰況卻陷入了膠著啊 這岳陽一看 有沒有搞錯啊 我在主公面前立了軍令狀說要滅了這中山國耶 結果光在這秋山就耗了一個月 他找了這西門暴跟他說 西門暴 我們兩軍現在僵持不下 我看 這秋山的數不少 而現在正值秋冬之際 要是能找群干死隊呢 前往這秋山去放火 一旦這火燒起來之後呢 這古墟率領的中山軍呢 必定陣腳大亂 你怎麼看 哇 好一句你怎麼看 要是西門暴真的以為岳陽是在問他的意見啊 他一定會黑掉的啦 啊要是你是西門暴 你應該如何回答老闆岳陽的問題啊 可以按下暫停想一下 一二三 要公布答案啊 這西門暴跟岳陽說 老闆 不用找別人了 這件事交給我去吧 漂亮 自己主動承擔 岳陽要的就是你這句話 畢竟 要人家自己去當趕死隊 這句話實際是不太好開口 不過西門暴自願那就不一樣了是不是 那西門暴可以說我不想去嗎 我看他也沒得選吧 既然橫數都是要去 與其被人家逼了再過去做 那還不如自己主動一點 當天晚上 剛好這中山國派人去慰勞這古墟將軍啊 大家吃飯喝酒開心啦 這西門暴在外面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了這三更半夜 這中山軍終於開始休息了 他才展開了七席 放火燒營啊 這一時之間的火蹭風刺啊 瞬間燒進了這中山軍的大營啊 由於這中山軍的士兵嘛 許多人都喝醉了 這下糟糕了 大家手腳完全不聽指揮啊 根本就無法救火 一瞬間 整個大營都起火了 這古墟一看啊 完了 整座大營都陷入壞了 他當機立斷 下令大家撤 但要撤往哪呢 前面是衛軍 當然是往後山撤啦 不過古墟會這麼想 那你想岳陽會不會這麼想啊 那我們接著看吧 古墟呢 才一剛剛推到後山 突然之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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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鼓聲響起啦 果然 岳陽早就在這埋伏堵他啦 那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 只能拼死一戰殺出血路啊 看來這古墟的武功好像還不太差哦 畢竟他最後還是有成功的殺出重圍啊 要是你真的這麼想 那就中了岳陽的計啦 因為古墟將軍之所以能殺出重圍 是岳陽故意放他走的啊 這古墟引著敗軍呢 一路逃往這白陽關 雖然這城堡就在眼前啊 但是因為衛軍追得實在太急又太近啊 這古墟根本就不敢進城 就這樣一坐關口 順利被這衛軍給攻破了 那這岳陽停下來了嗎 並沒有啊 他率領衛軍繼續追擊啊 長驅直路包圍了這中山國的首都啊 而這中山國的國軍呢 看到戰敗回來的古墟呢 讓他大吃一驚啊 接著 他發現這岳陽的大軍呢 已經包圍著中山國了 哇 這該如何是好啊 一旁的大夫公孫教授 主公 這衛軍領軍的人是岳陽 他二字岳蘇目前在我們這當官 要不要我們派岳蘇去說服他老爸撤退 你看怎麼樣 這雞哭一聽 嗯有道理啊 快快去給我叫這岳蘇來 那岳蘇來了之後呢 雞哭將他的想法告訴這岳蘇 並且希望他去說服他老爸 這岳蘇一聽 主公你別開玩笑了吧 之前我請我爸來他都不來 現在他兵臨城下 所謂兩軍相征各位其主 他怎麼可能聽我的話撤軍啊 那雞哭說 哎有事有機會嘛 你就試一試吧 這不管岳蘇怎麼推死啊 但是雞哭呢 就是堅持要他去說服他老爸 最後岳蘇無奈啊 只能硬著頭皮去見他老爸 來到城牆之上 岳蘇看到啊 人在巢車上的他老爸岳陽啊 不過岳陽一看到他呢 還沒等他開口就劈頭大媽說 早就叫你不要貪戀官位 去投靠這種沒用的主人啊 現在你要嘛趕緊叫你老闆投降 這樣我們還有機會再見 要不然城破之死 我可不能幫你平安沒事啊 快去 岳蘇一聽他老爸這句話 他回他老爸說 投不投降要我老闆才能決定啊 老爸你給我點時間 讓我去跟他說吧 岳陽一聽 好 別說我不念父子之行 我就給你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你們趕緊開城投降 不然後果致富啊 岳陽有說到做到嗎 哎有呢 在這一個月之中呢 岳陽只為城不攻城 這中三國國君雞窟一看 哎 這岳陽很疼他兒子耶 竟然就真的不攻城耶 哦那我們可以喘口氣了 很快的 一個月就到了 這雞窟呢 再一次請這岳叔呢 去跟他老爸說 希望能延長考慮的時間 那岳陽會答應嗎 哎 他還真的答應了咧 而且還不只答應一次 他答應了三次耶 就這樣一個月變成三個月 哇這可讓旁邊的西門報 看不下去啊 他問這岳陽說 元帥啊 你一直展延時間 不攻打城石 你到底想不想攻下這中三國啊 這岳陽笑了笑說 怎麼不想啊 你忘了 我是有力軍運撞啊 這不滅中三國 被滅的就是我了耶 那西門報一聽 那你為什麼不下令攻城呢 是因為岳叔的關係嗎 岳陽點了點頭說 岳叔只是一部分 但是呢 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 你想這中三國遠離未設領地 我們就算攻下來 那要怎麼樣才能長久的守得住呢 最後還是得靠當地人民的支持不是嗎 這雞窟不愛護人民 中三國的百姓呢 早就討厭他討厭到爆了 可是要是我們攻城攻的太極呢 就一定會傷害到百姓 結果是拿下了這座城 得罪了一堆人 所以我故意賣給人情 給這城中的百姓啊 讓他們知道 我不是沒有給雞窟機會 之後呢 就算我們攻下這城市 人民也比較不會埋怨我們衛軍 你說是吧 西門報一聽 欸 這話倒是說的有理啊 那好吧 我們就再等他一個月吧 西門報岳陽願意等 但是 魏師身邊的大乘客等不及了 大家都對魏師說 早說了吧 岳陽一定會因為月輸我不攻城啊 主公快點把他換回來吧 要不然這根本就是浪費糧食啊 這魏師聽完之後 他不發抑鬱 接著他轉頭問翟皇說 這件事我想先聽聽您的意見 到底翟皇會說出什麼樣的意見呢 這岳陽會被撤換掉嗎 還是岳陽能順利的攻下這中三國呢 這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要麻煩您記得動動你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點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喔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 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頂層階級的思考邏輯以及做法方式 我們就有機會改變自己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 謝謝